佛教宣扬的法理与我之前所学完全相悖 心中的疑虑很多 唯物观中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 定宏法师也曾是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 不知您是否完全转变 您是如何完全转变 我的转变就是通过学习佛法的经教 要学习 这个礼记上也讲人不学不知道 你要学才能知道 否则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扭曲了错误了 还不知道 我从小当然也受唯物论的这种教育 所以疑虑当然也很多 但是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 就是虽然对佛法很多所说的不理解 但是我不排斥它 我来研究它 通过研究 学习 慢慢你就能明白 原来是自己原来的观念错 不是佛法错 关于唯物论这个问题 现在最前沿的科学家 量子力学家 他们也都发现了 唯物论 三百年前提出来的 现在发现的很可能是三百年来最大的一个失误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科学家发现了 心和物是同源的 不可分 过去把唯心和唯物一分为二 这是一个错误 这不符合宇宙事实真相 因为现在量子学家发现 物质分析的最基层的 是由波动产生 不再是物质 而这个波动来源于念头 意识的震动 所以心和物啊 它是一不是二 因此说唯物论 说唯心论 这都偏在两边 应该怎么讲呢 心物不二 这就对了 心影响物 物影响心 那么佛法不讲唯心论 也不讲唯物论 讲唯实 实是心和物的 本体 心是讲精神 物是物质 都是从这个实 变现 这个本体是一个 它本来没有分为二 这个讲的比唯物论科学 我们要讲的更加的 我们要讲的更加的周向 周全 那我们要学习 通过学习 通过跟现在最新的科学成果相比较 你对这个事实 你对这个事实真相才了解得越深刻 我之前 我之前大概是三年前 四年前 讲过一个专题 叫华言科学宇宙观 讲了十个小时 把华言经里面 关于宇宙真相的这些描述 提出来 跟现代最新科学成果相比较 结果发现 佛法里面 它确实有最高的科学 佛在三千年前所讲的 现在 量子科学家们 才开始证明 感谢观看